使徒行传第二章请我先打开来 我们一同来看 打开来之后打开周报 我们要来看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 今天是我们中国农历年的正月初一 正月初一是一个开始 正月初一是一个起点 在我们中国的传说里面 有很多很多讲到年过年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传说 我觉得还蛮好的 虽然它一定是一个传说 它说年原来是一只兽 当然有很多传说 其中有一个讲法就是 年是一只兽 是一只怪兽 它要出来吃人 那么正月初一大家就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一天晚上 它如果没有被吃掉的人 它第二天 它就有新的一年的时间可以活下去 直到第二年的除夕的时候 那个年 那个年就是一只兽的名字 它又要出来吃人 那不管这个传说是真的 还是假的 大概是假的 但是这一个很深的意义 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或者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 都很有意思 因为正月初一 就象征我们逃过了年的怪兽 大家互相庆贺说 我们又有一年的生命 我们又有一年的生命 因此为了迎接正月初一 很多人就有这个想法 说既然过去没有死掉 我们就重新来做人 我们要除旧不新 我们有这样子的心理期待 说新的一年 我要好好的活出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也产生了一些实际的做法 甚至流传变成一个习惯 变成一个习惯 也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我们讲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想到什么呢 也没有人教我们这些 事实上我们是被别人教的 学校老师也这样教 父母也这样教 我们也彼此提醒 说新年来了 我们检讨一下过去一年 我们的得失 没有一个人只有得 没有失的 所以我们检讨一下 我们去年的得失 我们过去我们的想法 过去我们的做法 到底有什么还可以调整的 不仅如此 我们也期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可以立定志向 说我要做什么 以及立定这个志向之后 我能有什么行动 能有什么行动 那演变到后来 不仅是内心的问题 不仅是意志的问题 不仅是理智的问题 不仅是情感的问题 演变到后来 我们就变成喜欢在新年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气象 甚至在环境上面 在物质上面 我们都是新的 我们都希望新的 我们希望打扫打扫 家里旧的 你知道在扫东西的时候 把家里弄东西 脏东西弄出去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个感觉 我要在一个新的环境之下 重新做 其实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期望 昨天如果做得不够好 今天会更好 这是我们的期望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动作 我们有这样子的心里的期待 所以我们会说 说什么呢 说一元赴始 怎么样 万象更新 万象更新 其实配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或者说我们拿来解释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或者我们这样说 这就是人本性 我们的希望是 我们能够更新 我们期望能够更新 所以一个人最喜欢的心 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 你会很喜欢新的东西的 喜欢新的这个 喜欢新的房子 喜欢新的车子 喜欢新的衣服 喜欢新的电脑 喜欢所有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不一定都好 有的东西旧的好 不过我们都喜欢新的 不过到底什么的心 是我们最喜欢的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基督徒 一段时间 你一定会接受这个想法 即使你是一个 慕道的朋友 你都会承认这种 就是其实我们最想新的 是我这个人是个新的 我这个人是新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一个更新的感觉 如果你常常在基督里 你就更新 所以那句话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什么 新造的人 然后说什么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这个不是一次的事情 这个不仅是一次的事情 这个也是天天的事情 这个不仅是一次的事情 不只是一年的事情 是每一年的事情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于心 有一个看法 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 我按着顺序讲下来 正好讲到 《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不是故意挑的 我也很痛苦 我说哇 过年要讲《使徒行传》第二章 不是很困难吗 我好好地在神的面前 祷告安静 我说《使徒行传》第二章 是我去年一整年祷告 求主帮助我 让我在今年知道讲什么 《使徒行传》第二章 是什么呢 如果你稍微熟悉 圣经跟教会历史的人 都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 是教会的诞生 是教会所谓基督教的开始 所谓基督教的开始 在这个之前 在宗教上 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个信仰 叫做犹太教 到今天犹太教还在 到今天犹太教 还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宗教 我们今天讲犹太人 犹太人 今天讲犹太人 不是讲血统上的犹太人 今天讲犹太人 也不是以色列国的人 叫做犹太人 今天当我们讲犹太人的时候 是指他信仰犹太教的人 叫做犹太人 你知道这个宗教信仰 已经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 没有一个宗教 比这个宗教更有力 因为他不是按国籍来论的 他到了一个地步 你即使是阿拉伯人 当你已经信仰犹太教的时候 他称你为犹太人 你血统纯正到从来没有混过任何的血 你甚至是以色列国的人 现在以色列国籍的人 你不能称为 如果你不信仰犹太教 这是很特别的事情 所以犹太教到现在还在 但是 使徒信传第二章是什么事呢 使徒信传记载了基督教 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的诞生 这是用宗教来看 用我们的信仰来看 换句话说 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更新 那么我们仍然在旧的宗教里面 仍然在旧的仪式里面 我们仍然在旧的所谓信仰的里面 我们仍然在旧的律法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不更新 人一定受到挟制 这里讲的更新 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的身上发动 而使徒行传第二章 就是耶稣基督生命 普遍进到世人的记载 这是个历史的故事 这是个历史的记载 这是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五旬节教会成立的 那一天的记录 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 使徒行传第二章是 基督信仰普世化的记录 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在内 我们每一位 如果你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在肉身上都不是犹太人 我想大概不太可能有了 就我所知 那如果新朋友 那你可能是身上的犹太人 台湾很少 纽约很多 伦敦很多 巴黎很多 除了以色列之外 这三个城市最多犹太人 那在台北我知道很少 很少很少 可能你有认识一两位 可是很少很少的 我们在肉身上都不是犹太人 但因着 请注意听 圣灵的缘故 因着圣灵的感动 因着圣灵的降临 我们是那些受惠的外邦人 我们在肉身上是称为外邦人的 可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圣灵的谱 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了 对基督徒而言 五旬节就是教会的一元赴始 万象更新 而之前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在这个之前 门徒看见见证耶稣死而复活 可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些肉身上的外邦人 甚至就是彼得保罗这些人 都是靠着圣灵 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 都是靠着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因为这样五旬节 是我们逃过死亡吞噬的日子 就好像中国传说一样 那一天年来了 可是因我们躲在一个地方 年没有把我们抓到 年没有把我们吃掉 走了以后我们跑出来 我们说我们过年了 我们躲过年了 我们再信一年的机会 感谢主的恩典 因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 让我们这一年逃过了死亡的吞噬 死亡的吞噬 我们跑出来说我们过了 我们过了什么 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躲在耶稣基督的保守里面 我们躲在神的保守当中 我们度过了 我们度过了死亡 在我们身上的掌权 我们从罪恶里面逃出来 感谢主的恩典 从那一天教会就开始了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不是一个组织 教会就是你跟我 我们就是教会 从那一天开始要新生了 当然这些都是因为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面 完成了救恩的结果 但若不是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动 我们没有办法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神 当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配合今年的旧历新年 我盼望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有几个励志 有几个励志 请你看讲义 第一 在新的一年我们励志什么呢 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来看从这一段的圣经 就今天而言 我们可以立什么志呢 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五旬节到了 都聚集在一处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五旬节是耶稣基督应许的日子 也是天父在旧约所应许的日子 那日子原来我们不知道 那日子耶稣基督也没有讲明 但是耶稣基督曾经在 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 说了这句话 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 我们来读 我们来读 你看看主耶稣讲了什么事情呢 第四节 第四节 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请 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耶稣要跟他们分开的时候 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因为这句话 后来门徒就没有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 他们等候了十天 他们祷告了十天 没有想到 当他们在那里等候祷告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是在耶稣基督 复活的五十天之后 因为耶稣复活之后 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 以后他就跟门徒说 跟门徒说 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 他们就去等 他们一等 我们在十二节到十四节那边 我们就知道了 他们不久呢 等了十天 也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后的 十天发生一件事情 在《使徒行传》二章二节 我读第一节 请你们读第二节 我读第一节 请你们读第二节 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一节是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这边提到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做什么事呢 当然是祷告 因为在十二节 一章十二到十四节 他们在祷告 祷告当中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 他们就选出马提亚来 然后他们就继续祷告 然后第二章第一节说 五旬节到了 是指那个那一天 就是第五十天的时候 门徒仍然在那边聚集祷告 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事 不过 他们选了第十二个门徒 补满了缺陷之后 他们继续祷告 发生了一件事情 第二节的第一个词是 忽然 忽然 忽然就是他们没有预料到 忽然就是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没有想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忽然 聪灵 临到他们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来到他们当中 圣灵怎么会来呢 因为他们等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新的一年 我不知道你要立什么志 我在神的面前 为今天祷告一段时间 我一直跟神说 我在新的一年 要带领弟兄姐妹 做新的立志 第一 请你写下来 我们立志什么呢 一 要常常等候神 请你写下来 要常常等候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等候是 等候是圣灵 降临的必须 不仅是 当时是这样 我告诉各位 现在也是这样 不仅是 当时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等候是 圣灵 降临的必须 当然 普世的圣灵 降临 已经来了 但不一定 但不一定 临到你 但不一定 临到我 等候是 圣灵 降临的必须 弟兄姐妹新的一年 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立志 就是我要常常 怎么样 等候神 请你大声说 我要常常 新的一年 我们就在今天跟主说 求你 听我的祷告 我要常常 等候神 我要常常等候神 等候什么呢 等候神什么呢 等候神清楚的带领 或往东 往西 等候神 是非常重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等候 才能叫我们 如果你功利一点来讲 事倍功半 对不起 事半功倍 如果 利 讲 我讲功利一点讲 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是功利 我只是告诉你 就从最差的功利的角度来讲 我们都可以事半功倍 如果明白神的旨意 但更 主要当然不是这样 主要是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去做的时候 神就喜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 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做完一件事情 神跟你说 我喜悦你 如果你没有这种经验 求主在新的一年 让你有这样子的经验 你做完一件事 神说我喜悦你 神会这样做的 所以等候神告诉我们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长的来说 我们终生的目标目的方向 短的来说 最近几年 我们的目标目的方向 短来说 新的一年 2013年 或者按我们中国的旧历年 我们到底有神 给我们怎么样清楚的带领 不仅等候神给我们清楚的带领 我们也等候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 你说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方向 我们不一定能够做过去 你要能够做过去 需要智慧 需要力量 需要恩典 这些都是等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等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基督徒已经失去了等候 一直断断续续 可能电池有点问题 如果不是等候 你不一定会得着神所给你的智慧 如果你不是等候 你很难听见神的声音 当我讲神的声音的时候 你不要误会 神是个灵 祂不见得会用我们耳朵 听得到的声音 来对我们说话 因为那个是人的身体器官 所发出来的 可是当我们讲神的声音的时候 是用你人法的方式 来讲到神会感动我们 神当然会感动我们 你从旧约看 神会感动亚伯拉罕 神会感动大卫 神会感动先知 到了新约的时候 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的时候 用他的身体来告诉门徒 讲许多的事情 到了教会时代 圣灵感动保罗 圣灵感动彼得 清楚到一个地步 简直跟说话一样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判断错误 我们必须承认人有软弱 人有自我 人有自私 人有骄傲 所以人会以为神要我们做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等候非常重要 你不等候你几乎听不见 你几乎不了解 你几乎不明白 你几乎只好靠你的知识 靠你的经验 靠你的能力 靠你的智慧来做事 可是在新的一年 我们立志第一 要常常 等候神 弟兄姐妹等候在祂的面前 等候在祂的面前 我们不仅等候神 让我们知道目的方向 让我们得着智慧力量 让我们也得着安慰跟鼓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人生在世 我们在地上 我们很多的决定是对的 很多的决定也可能是错的 当我们做对了 当我们做错了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做对了会骄傲 做错了会灰心 等候神 等候神的鼓励 等候神的安慰 等候神的提醒 等候神的责备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过去等候的多不多 新的一年 立志怎么样 常常等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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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最重要一件事情 虽然神一直答应我们 过去答应我们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用祂的名字答应我们 祂的名字要叫做 以马内利 可是我们并不常感觉到 祂与我们同在 你知道 事实不等于我们的感觉 事实祂与我们同在 不感觉我们能体会 祂与我们同在 当然我们喜欢事实祂的同在 祂同在的事实 让我们有安全感 可是弟兄姐妹 如果有这个事实 你却从来没有感觉 你真的很有钱 你从来觉得你是个穷人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在属灵上面 你是一个穷人 还是一个富有的人 我们当然是富有的人嘛 天地万物的主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还能穷吗 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 愿意屈居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我们能穷吗 能 感觉不到嘛 感觉不到就是穷人 这个例子我讲过很多次 但是我因为印象太深刻了 让我再告诉你一次 有钱人 有客观的跟主观的 有多少有钱人 穷的 那句话嘛 只剩下钱 对不对 真的很悲哀 真的很悲哀 有多少钱你觉得够的 我告诉你 永远不够 没有一个人有钱到说 我够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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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有 你不要说我没有 可是别人有 你不是他 等他更有钱了 他更不觉得有钱了 除非我们灵里面得到满足 所以神的同在这件事情 是等后来的 等后才会明白 不等后你怎么会明白呢 你怎么会明白 他与我们同在呢 弟兄姐妹 等后是已经失去的美德 等后不需要 一定有外在的安静 等后有的时候外在 很不安静 我们仍然能等后 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天 有一点点时间 安静 祷告是最好 那退一万步 即使不是这样 你必须整天的忙碌 你都可以心思有等后的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等后是内心的状态 等后是内心的状态 等后不是外在的表现 外在表现的等后 不是真的等后 真正的等后 是内心的状态 所以从使徒行传 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要常常怎么样 等候神 盼望在新的一年 面对新的一年 我们透过使徒行传 第二章教会的成立 我们有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要常常 等候神 第二 第二 请你写下来 要被圣灵充满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要被圣灵充满 在新的一年 我们立志要被圣灵充满 那这个是个命令 这是个命令 这个不是个建议 要被圣灵充满 这个在以福所述那里 非常清楚 这是个命令 这不是一个拜托 这不是一个建议 这是一个命令 那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读二节到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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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请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里说他们等候的结果就被圣灵充满 圣灵忽然普遍灵格到他们当中 灵格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那边讲到圣灵的时候 我们以为圣灵到新约才出现 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从头开始就有 圣子来到我们当中做救赎的工作 然后圣子要走了 就从父那里另外拆一位宝会师来 是 这个是他们主要出现工作最大的那一个区块 但是圣灵并不是现在才出现 圣灵在旧约已经出现了 最早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 第四 空虚混沌渊灵灭黑暗 下面说什么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那不会搞错的 这个神的灵就是圣灵 你翻所有的圣经的翻译都是这样子 不是只有中文这样翻译而已 所有的圣经都这样翻译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这个神的灵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那在旧约一共至少出现 261次的圣灵 而圣灵这一个词 在66卷前面的39卷里面 旧约已经几乎都出现了 旧约一共只有七卷 没有出现圣灵这个词 只有七卷 是约书雅记 雅歌书 阿摩斯书 厄巴迪亚书 约拿书 纳红书 西藩雅书 只有这七卷没有 其他全部都有圣灵 其他全部有圣灵 但是在过去圣灵在旧约里面的时候 都是个别的灵到人 而不是普遍的灵到每一个人 但是五旬节开始 感谢主的恩典 就在第二章的二节到四节这里 提到一件事情 圣灵降临灵到当时等候的人 第一 灵到当时等候的人 第二 灵到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 那这两个有互相的关系 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 导过来说 圣灵临到一个人 那个人就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 那这两个是二而一 一而二的 是没办法分开来的 圣灵临到的人 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 他是被圣灵临到的人 从五旬节开始 普遍的临到人了 而且临到外邦人 感谢赞美主 别人我是不知道 我是特别高兴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 圣灵竟然也临到我 让我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所以从使徒行转 一直到教会 两千年来的历史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圣灵临到我们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圣灵充满这一件事情 就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 普遍的现象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的 是神儿女的特权 那不要怀疑 不要看别人 就是你 你觉得谁可以被圣灵充满 你觉得谁可以 这么少 那就没关系吧 其他的人 圣灵充满不了你了 因为你并不答应这件事情 请问 有人愿意被圣灵充满吗 谁愿意被圣灵充满 弟兄姐妹 你可能会害怕说 圣灵充满我要干什么 那我问你 圣灵不充满你 你觉得你要被谁充满呢 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不被圣灵充满 我们被什么充满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年我们有一个励志 第二个励志 就是要什么 被圣灵充满 请你大声的说 今年新的励志就是我要 被圣灵充满 我如果不被圣灵充满 那我要被什么充满呢 如果圣灵的店不被圣灵充满 要被什么充满呢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不愿意被圣灵充满 很多东西想充满我们 金钱想充满我们 民 分 想充满我们 权力想充满我们 这个身体是非常宝贵的 你不一定看重 神很看重 你不一定看重 撒旦很看重 我再说一遍 这一个身体 你不看重没有关系 这个身体有人看重的 这个身体神看重 这个身体撒旦也看重 千方百计争夺 就是为了我们 我们如果不被圣灵充满 我们要被什么充满呢 假如我们不被圣灵充满 我可以保证你 要么被金钱充满 要么被权力充满 要么被民欲充满 有的时候我们被忧愁充满 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 你就被忧愁充满 你被嫉妒充满 你被骄傲充满 你被自我充满 如果不被圣灵充满 就被这些充满 总要被充满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容器 瓦器 如果不放宝贝 也可以装 做夜壶嘛 对不对 你瓦器总要放东西嘛 不然你做的瓦器做什么呢 你不放水就是放酒嘛 那你不放宝贝就是放 粪便嘛 对不起讲得不太好听 但是这是真实的事情 这个身体不被圣灵充满 就被别的东西充满 你要被什么东西充满呢 感谢主的恩典 这里告诉我们 那一天当他们在等候的时候 他们就都被什么 圣灵充满 你不要怕圣灵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怕圣灵 你怕不怕耶稣基督 你怕不怕上帝 我所谓的怕不是说不敬畏他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你喜不喜欢上帝 你爱不爱 你爱不爱耶稣基督 你要不要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赎 你要不要圣灵充满你 这三个是一模一样的 我告诉各位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亚他拿修信经 把圣灵写清楚了 我最近发现了 尼西亚信经比亚他拿修信经更早 已经把圣灵写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还说什么 他说要敬拜圣灵 你不信你去查尼西亚信经 尼西亚信经跟使徒信经 两个是所有我们基督信仰 公认的两个信经 一个使徒信经 一个尼西亚信经 这两个信经早就说了 使徒信经比较简单 他说我信圣灵 对吗 我们很多人会背 如果你在我们教会 你比较少背使徒信经 如果你从公会出来的 你常常会背到使徒信经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 我可以告诉你 尼西亚信经已经写了 圣灵三一的神 在那个时候已经清楚了 虽然后来还有很多的争议 不过他说敬拜圣灵 是已经确定的事情 今天我们不愿意这样讲 我们说靠着圣灵敬拜耶稣 你就是故意夺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不承认 尼西亚信经呢 今天没有人 今天有人否认尼西亚信经 他就不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这是最古老的信经 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不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被别的东西充满 新的一年 我们立几个字 第一个字要常常等候神 第二个例子要被圣灵充满 第三个请你看 第三要用圣灵的恩赐述说 请你先写下来 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 要用圣灵的恩赐述说 神的作为 当他们被圣灵充满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来读那段的圣经 那这段的圣经 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 我要用个最简单的解释 让各位记得这件事情 我们来读二章四节到十一节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二章四节到十一节 四节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 个人听见门徒 用众人的相谈说话 就是纳闷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 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佛吕迦 庞菲利亚 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赖的 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克里中 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我把那天的情况大致说一下 其实那个时候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事情 已经有各地的 虔诚的犹太人 包含肉身的犹太人 跟进犹太教的犹太人 都从各地 集中在耶路撒冷来 他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呢 忽然有大的响声 有舌头如火焰 以后他们就开始 说起别国的话来 就在那边等候的人 以后大家跑进来的时候呢 因为各处人都来了 所以一听说 他们不只是讲本地话 他们不只是讲希腊话 他们是讲我们各地的相谈 你知道哈 各地的相谈就是我们所谓的 不是我们基督教惯用的方言 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方言 方言 你知道方言是很辛苦的 对不对 岭南的方言 隔一村隔一镇就听不懂的 隔一个山头就不用讲了 不用讲了 我最近比较多在一起服事的地方 是跟温州人清田人在一起 你知道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温州人听不懂清田话 清田人听得懂温州话 为什么 温州人听不懂清田话 清田人听得懂温州话 为什么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理论 因为温州是大城 清田是小城 大城的人听不懂小城人的话 小城的人为了要生存 必须听懂大城人的话 对不对 所以美国人只听得懂一种话 克林顿说的嘛 他说会讲三国语言的人 我们叫做trilingo 对不对 会讲两种语言的 我们叫做bilingo 会讲一种语言的 叫做Americans 因为他们是大城的人 当然这是心理大的 我告诉各位 将来中国人呢 会有一天不需要学中国话 不需要学外国话了 就中国话 全世界都中国话 听得懂吗 你知道日本人 你看日本人 他们也是大国心态 日本人他们除了讲日本话 其他话不太会讲 为什么不太会讲呢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是大国人嘛 我们干嘛学小国话 所以他们在全世界各地 只要能够有找到人 他就叫他翻译 你知道各国 都有翻译日本人 翻译日本话的地方 导游在各地都会讲日本话 他培养日本人 所以方言是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你不懂我讲什么 我不懂你讲什么 我以前在欧洲很痛苦 他们不想让我听 就讲温州话或清典话 我一句听不懂 我在他们当中 前前后后已经十多年了 一句话温州话 清典话都听不懂 我这次出去的时候呢 后来我就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如果我们去 这次呢 像林郑宇长老 他是台湾话也能讲的 这次秋华跟我去 你知道我到那边 我突然发觉一件事情 我也知道了 我不想让他们听的话 我就讲台湾话 他也听不懂了 因为我一直用国语讲 他们都听得懂国语 你知道吗 他讲清典话我就不行了 他讲温州话我就不行了 这次我突然发现 秋华在 我们讲台语吧 所以那些人他们本来都不懂的 你知道吗 他们只会讲希腊话 因为这些人的共通的国语 是希腊话 可是他们说 我们是弥地亚人 我们是以兰人 我们是住在加帕多加 那个地方的人 他们怎么讲我们的方言呢 因为原来他们不会讲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注意听啊 那天当他们被圣灵充满发生什么事呢 我告诉各位不是大哭 不是大闹 不是大笑 不是倒下来 不是昏过去 我没有说不能这样做 我完全没有说 我告诉各位 我只是说不一定要这样 对吗 不一定要这样 那最后是结果的问题 我不是说不可以倒下去 当然可以倒下去嘛 神要让人倒 能不倒吗 神要让你哭 你笑得出来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了 我一点都没有在反应说 不可以这样 我也没有说 不可以述说未来的事 可以可以 圣灵充满你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可能医病 可能赶鬼 可是请我们一起读 二章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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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克里特和阿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 用我们的相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 那一天他们 得了这些方言 那是他们不会讲的话 那你注意听 这些人是本来不会讲 某一个话 圣灵充满他 他讲起别国的话 讲起别的方言 可是他讲的方言的内容 是什么 神的大作为 他不是在讲 我知道什么事 他在讲说 神的大作为 那当他们被 圣灵的恩赐得着的时候 是述说神的作为 所以我请你写下来 请你写下来 写什么呢 说在新的一年 我们立志 用圣灵的恩赐 述说什么 神的大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他们用方言 当他们用相谈的时候 他们是在述说 他们是在讲说 神的大作为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可以给我们各种现象 可以给我们各种表现 但目的总是指向什么 神的大作为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今天我们害怕圣灵 是害怕那个现象 可是圣灵把这些现象 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述说神的大作为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现象 没有再述说神的大作为 我也不一定说 他就不是圣灵充满 只是他没有用神所给他的恩赐 去做该做的事 我不评论任何一个人 说他被圣灵充满的现象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 他有没有好好的 照着圣灵给他的恩赐 做他的事呢 就是他有没有在讲说 神的大作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充满当然可以做很多的事 你知道神的能力 非常的大 对不对 神叫鸡叫 神鸡就叫了 是不是 而且非常准确 神叫驴说话 就说出人的话了 神不仅可以叫动物说话 神也可以叫人哑巴 有没有 撒加利亚因为不信 你要一个证据吗 那就不要说话好了 他就说不出话来 一直等到人家问他说 你的儿子要叫什么名字 我们给他取一个名字 按照你祖宗取了一个名字 好不好 他说不行 他要叫约翰 讲几话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的工作临到我们身上 我再说一次 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圣灵 有不一样的表现 可是 当我们有使徒的恩赐 先知的恩赐 传福音的恩赐 牧师的恩赐 教师的恩赐 智慧的言语 怜悯 甚至你有殉道的恩赐 独生的恩赐 都是为了讲说神的什么 大作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我们是一定要的 谁不要圣灵 就连耶稣也丢掉了 谁不要圣灵 就连父也没有了 因为有了子的才有父 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了 没有圣灵的就没有子 没有圣灵的就没有子 感谢主的恩典 这边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所以述说神的作为 非常重要 其实恩赐在我们身上很明显 很明显 那我讲的是我们是指我们每一个人 神给我们一些恩赐 神给我们一些 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对这个人而言 做这个事情这么简单 对我来说是千难万难 神的恩赐啊 神的恩赐啊 我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神迹奇事 都不是我求来的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 他们一定要 要我用那个方言讲到 我真的不行 他说可是李长老 他说可是我们觉得 翻译太浪费时间 而且你已经稍微能讲一点 你就讲吧 我就心想说 那不是要了下面人的命吗 对吗 对不对 也增加我的困难 也要了下面人的命 后来那天我就上去讲了 你知道我一年讲了七堂 一年讲了七堂 我下来之后 我还是很难过 我觉得我讲得不好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我也没有跟他们讲 因为我觉得讲得不好嘛 我不用那个方言讲到 后来他们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你那个方言 怎么讲得这么好啊 你好久不见你了 你那个方言讲得很好 我说我讲得不好 他说不信 你可以听听录音带 我不敢听录音带 不过他们所有人都告诉我说 你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百分之百了解 你在讲什么 我讲这件事情 我没有要高举任何东西 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是讲说神的大作为 神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 你突然发现说 你本来文笔不好的 怎么写得出来 因为你讲说神的大作为 你觉得你不太会传福音 你怎么会突然会传福音的 因为你讲说神的大作为 你本来不是那么喜欢把这边打扫得很干净的 有一天你突然把这边打扫得很干净 为什么 因为你用生命在讲说神的大作为 你突然跟朋友同事你的性格变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讲说神的大作为 神把各样的恩赐传给我们 要我们讲说神的大作为 所以第三个例子在今年 第三个例子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我们例子要用圣灵所给的恩赐述说什么 神的作为 神的大作为 神的作为 请你今年记得 让神的圣灵充满你 讲说神的作为 第四 我们已经讲了例子三个 你不要看你的讲义 我来问你 新的一年我们例子 第一要 常常等候神 你看小孩子都背出来 你再不背出来不好意思 一要常常等候神 第二要被圣灵充满 第三要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 述说神的作为 第四 我们结束了 第四个 要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 请你写下来 传给周遭的人 当他们等候神 当他们等候神在神的面前 当他们被圣灵充满 圣灵舌头如火焰 降在他们身上 那天的表现是他们用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可是是讲说神的作为 所以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们就是述说神的作为 第四 我们今年做一件事 我帮忙今天你立志做这件事情 就是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 周遭的人 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 你知道教会 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要每一个弟兄姐妹 今天来聚会的人就好 你一年带一个人信耶稣 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 把福音传给你的朋友 你带一个人 不是人数我们这里要增加一倍 不是这个 是神的国 人数在我们教会的计算 就增加一倍 对吗 虽然这是神的工作 这是圣灵的感动 可是我们人有要做的事情 我最近听到一个 最近听到黄子佳牧师讲到 如果你年纪稍微大一点 或是在我们教会久一点 你知道黄子佳牧师本来在我们教会 后来他就在华城当院长 后来就到了美国若歌教会 他去年年底退休了 今年欧华神学院请他去当 当这个毕业典礼的讲员 又做我们退休会的讲员 他讲一个例子 他讲一个例子 我以前找不到比较好的例子 他讲这个例子 我觉得非常的好 他说圣灵要工作 一定要人帮忙 我以前找不到 我以前找不到合适的例子 他说 他说虽然我们很多事不能做 我们能水变酒吗 不能 可是耶稣有没有借着人 把水变成酒 有没有 他叫仆人到门口去 把那六口十缸 怎么样 装满水 他问的那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 耶稣可以把水变酒 难道不能把那六口十缸 快要用完的水 这样子 水就满了嘛 对吗 可是他叫 他叫 他叫那些用人怎么样 把缸倒满了水 他说 你不会水变酒 难道你不会把缸倒满水吗 听得懂吗 弟兄姐妹 我们不能把人 我们不能把耶稣基督放在人的心里面 我们难道不能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吗 那些用人就去把钢倒满了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得救 但是我们总可以告诉别人福音是什么嘛 所以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立志要把福音传给周遭的人 我们读几节 二章来读 我念一节你就念一节 然后你来看看把它接起来 你就发现原来这边是这样讲的 那十二节 十二节 十二节 二章十二节 十二节 二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众人就都惊讶 猜疑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十三节 还有人计竅说 他们无非是心酒灌满了 十五节 你们想 这些人是醉了 其实不是醉了 因为时候刚到四初 好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预备 以色列人 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 在你们中间施行 骑士 骑士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已经知道的 二十三节 他既按着 先见被交予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杀了二十四节 神却 好 这是彼得在解释 那些人被圣灵充满 以及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事 请看 三十二 三十三节 我念给你听 三十二节 彼得说 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 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三十六到四十节 我再念给你听 这是彼得讲最后了 他怎么说呢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三十七节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 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如我们神所招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天的三千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剥饼 祈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彼得受圣灵充满之后 做了什么事情呢 做见证 做见证 什么叫做见证 做见证就是把你所知道的事情讲出来 做见证不是讲神学 做见证我们有时候说传福音 那传福音就让我们觉得 是一个专有名词 好像谁会传谁不会传 我告诉各位 做见证就是很简单 做见证就是我怎么得救的 就这么简单 彼得也是这样子而已啊 我们以为彼得讲了什么 彼得讲的都是他们很熟悉的东西 彼得讲的就是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圣灵充满有一个表现 就是不怕做见证 不怕做见证 很简单嘛 讲自己的得救的真正还有什么困难的 那简单讲就是三件事情 第一个 我很软弱 我曾经犯过罪 我是个罪人 就这么简单 第一件事情 我软弱 我是一个罪人 我失败 我想做的做不到 我不想做的我做 请问我讲的是不是你的心声 是不是 不是啊 那你比较厉害 我是常常这样 我到今天都还这样 我到今天都还这样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是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救赎 祂愿意拯救我们 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嘛 对不对 所以耶稣基督有拯救我啊 那人家问你说 耶稣基督怎么拯救我 你只要答不知道就好了 不知道就好了 你说那你怎么 那你怎么愿意接受呢 我不知道啊 就是我软弱 我有罪 我不能 但是神有恩典 耶稣基督愿意救赎我 感谢主 第三 我接受了 我相信了 我愿意相信就结束了 用英文记就很简单 你知道英文 只有三个句子最重要 第一个 I'm sorry 你碰到任何事情 讲I'm sorry 人家就看你 有没有 或者excuse me 就最简单了 第二个英文就是please 你只要讲please 大概事情都会结束 对不对 对啊 你到麦当劳去买东西 你一句话英文不会讲 你只要摇过来 他过来就说please 就好了嘛 是please就好了 对不对 你至少可以买到那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他就看着你 你说I'm sorry please就好了嘛 对不对 然后等到拿到那个东西 你把钱付完了 只要跟他说什么 三句话就结束了嘛 到美国就三句话 结束所有的事情 什么东西 I'm sorry please thank you 就结束了 信耶稣也是这么简单 第一个 I'm sorry 我错了 我是一个罪人 第二个please 请你救我 第三 thank you 谢谢你救了我 如果你要做见证很简单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只要告诉别人 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没有说你是一个罪人 你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做见证是这样 不是在教训人 不是在责备人 不是在劝勉人 是在诉说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 这叫做见证 很多人传福音说 你是罪人 你管我是不是罪人的 对不对 那问题是我是罪人 所以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 他就跟我说 他说基督教都是给软弱人用的 那是软弱人的宗教 我马上跟他说答对了 但是我是软弱的人 所以我需要 顶多再补一句 如果你不是软弱的人 你不需要嘛 这句话也符合圣经 对不对 耶稣自己说什么 有病的人才需要嘛 那康健的人呢 用不着医生啊 我知道只要这个人 我告诉各位 只要这个人稍微能想一想 他就知道了 他如果是刚强的人 我没有话说对吗 因为耶稣也这样说嘛 刚强的人用不着医生嘛 所以我说我是软弱的人 我需要 做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 是我们今年的例子 来我们做完例子 我们就结束了 在今年 我们要立志 第一要 常常 等候神 第二要 被圣灵充满 第三要用圣灵所赐的恩赐 述说 神的大作为 就讲 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个老基督徒 你常常讲 神在你身上的大作为嘛 你以为你身体这样健康 都是你很厉害是不是 你以为你早上可以醒来都是神 都是你自己很努力的关系吗 你以为你的工作今天可以保住 都是因为你比别人努力吗 我告诉你都不是 都不是 都是神的恩典 讲一点神的恩典 你也没什么损失对吗 你面子挂不住吗 第四 要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 要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 用三句英文 第一句是 I'm sorry 第二句话是 Please 第三句是 Thank you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新的一年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你 接纳我们是软弱的人 你早就已经接纳 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 你不仅过去接纳 你现在接纳 即便我们明天又软弱跌倒 你还是接纳 你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位神 谢谢主 但是我们也说 我们要因着常常等候你 被圣灵充满 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 去述说你的作为 并且将耶稣已经给我们的救恩 传给我们周遭的人 求你拯救我们 谢谢你接纳我们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